在喧闹的都市中 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个闹钟取劲的地方 来拍一台新车 那是什么车呢 跟着我镜头一起往里走 我在思考一会儿该如何拍这台新车 给大家先看一眼空镜吧 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到哥德堡看到它的首秀 但是这一次见到Z16那个实车以后 还是非常震撼的 整个是语言化我个人非常喜欢 而且从它的身上也能够看得出来 未来领克的新车全部都会用2.0的一个造型 也就是说The Next Day的一个设计语言 看到它这个发光灯带了 前后贯穿式的灯带也是行业唯一首创的 414颗发光的光源 然后整个大灯的照射长度是能够达到412米的 包括它的照射宽度 28.5米的宽度也是能够照亮双向六车道的 轮毂一定是一辆车侧檐的关键 能看到就是21寸的双侧凌全的话 我觉得确实非常帅 包括内部这个喷色的卡钱的话 也是进一步把这个运动视觉给你拉满了 隐藏是门把手 无边框车门 以及它的隐藏是水切线 都能感受到就是它为了风阻的极致优化 要知道的是这辆车的风阻系数是低到了0.198cd的 大尾翼已经成为现在大家对于轿车的一个首选了 你能知道的是这辆车的尾翼的话 它会在车速超过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以后 升起15度的一个角度 内饰整体的设计员其实能够看到一点点07MP的影子 但是呢它整个纯圆创的设计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吸引我的 首先就是屏幕方面的话 配了一块2.5K级的中控屏 然后呢这个屏幕一点都不卡 主驾驶的这块仪表细细的一个长条 而且再配合它这个双幅的方向盘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绝佳的享受了 包括我日常开车一定要提到就是HUD 这辆车也是有的显示信息非常的细腻 它的氛围灯我觉得也是非常打动我的 首先就是中控台这样一个横向的操作 然后呢在车门里边的话是用这种隐藏式的一个设计 再配合整个发光的一个效果的话 看起来还是很好质感的 作为一个中大型的旗舰纯电 它的轴距是超过了三米的 也就是说你看我后排这个乘坐空间是非常大的 撬着二郎腿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撬完二郎腿以后前面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空间 这辆车在娱乐影方面 它还配备了1600瓦的23个阳神镜 而且具备7.1.4以及Vanus的全解身音效 也就是说它能够带给驾乘人员 就是你随时想要这种剧院般的享受 经过整体体验以后 领克Z10这个静态天赋寒真的是挺炸裂的 包括在动态方面的话 目前官方还没有其他的信息 但是已知的信息是 它会配备工权CBC这些情况 然后从工信部给到的信息里边 它会推出三个版本 两个单电机一个双电机 然后单电机的话也有低功率和高功率之风 作为一个车长超过5米 轴距超过3米的车来说 整体来讲这个日常使用起来 这种老小区可能停车不是很便利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在说到有些车型 可能宽度达到2米的时候不太好停 但是对于它来说 我觉得还是能够轻松拿捏的 为什么呢 它的宽度仅仅只有1966毫米 但是呢 因为整个造型的设计会进一步 阿宽它的设计 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在设计层面的一些独到之处 关于它的预售价的话 也会在7月份正式公布 然后我目前猜测的话是在23左右的一个起步价 算上全以后 然后咱们等着拭目引带了 包括我们再说回来就是它的竞品 小米速7 就是GST这些车型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的实力会更强劲一些 毕竟背靠的是极力体系